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柏朗埃州一席补选 这个星期六投票 那国盟主席慕尤丁高调放出风声 说国盟要赢下柏朗埃这场补选 赢了就可以通过巫统议员跳槽 让西门跟国阵联合执政的 彭亨州政权倒台 那绿朝真的能够在这个巫统 传统强区的补选中发威吗 这场补选的结果 又具有怎样的政治指标性意义呢 工大政治学者阿兹米哈山受访时认为 柏朗埃补选跟柏佛双补选 最大的不同点在于 那柏佛普莱博国席 还有新邦恶囊州一席呢 都是混合选区 非马来选民占了大约40%的比重 而这样的选民结构 本来就相对是西蒙的安全区 但是柏朗埃州一席的马来选民 可是占了70%以上 而且这里还有三大肯直区 是个典型的彭亨州马来府地 在选民结构上 就跟柏佛双补选有很大的落差了 政治学者潘永强受访时表示 一般认为 马来选民比例只要占七成以上的选区 国盟一党就有比较强的优势 所以国阵如果可以在这个 马来选民占七成以上 而且地理位置偏离城市的 传统马来乡区获胜的话 那么在对外宣传上 就能够强化巫统在马来政治的正当性 无论如何受访的政治学者都认为 由于这场战役落在彭亨州 在政治地缘版图上 那乌统是长期垄断彭亨州政治 一党的势力是相对比较弱的 虽然不能够排除在绿朝势头的冲击下 乌统跟火箭的合作会导致乌统损失一些马来支持 但是排面上的 武统在彭亨州呢 还是有比较大的获胜可能 相信不至于会在这个选区 阴沟里翻船 彭亨州过去一直以来 还是由武统占一定的优势 那么特别是目前这个选区 火南盖 他过去是前任州务大臣 安南的这个堡垒 再加上去年年底的全国大选 当时候即使在反风或者是绿朝 这么强盛的情况之下 武统依然在这个选区能够赢4千票 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选区相对还是安全的 但大家有没有答案 foods low! 但是只有牛牙跟 Bow 我相信是同时 실像 avant视porte азыв然是哪지는 哪本预저 referring到 还能以智会 和基 rekader 他会为闭门的 SUC 是第一个事 打 Swedish analogλλά着 已演习判犯贤 最后的情况是 这场战争的战争 是一个战争的战争 我认为战争的战争 这次战争的战争 彭衡州伯朗埃州一席博选 三位政治评论员都一致看好 这座深蓝色的巫统堡垒 预料还是可以守下来 而至剩的几个主要原因包括 这是前巫统彭衡大臣 安南椰谷成连八戒的堡垒 又是一个肯殖民占多数的选区 那就算上届大选 国盟律朝在东海岸公事林立 巫统还是以4000多张的多数票 赢了下来 潘永强认为 这个选区在地缘上 有它一定的特殊性 所以就算马来选民比例 占了70%以上 是国盟有胜算的选民结构 但是巫统在这里 还是有守土的优势 回到去彭衡州 整个形式是不同的 因为普朗埃这个选区 它不再是混合选区 华人的选民大概只有18%左右 马来选民超过七成 如果这种选区是在北部 或者是东海岸 肯定就是落在国盟的手中 但是因为地缘上的关系 彭衡州过去还是武统的堡垒 彭衡州的绿巢的扩散 没有东海岸北部来得那么强盛 彭衡州有它比较特殊的一个政治的环境 所以即使马来票占70%以上 也不一定有国盟可以拿下来 武统还是有守土的优势的 必须要记得 Dun Palengai 是国盟的国盟 能够证明 在最后的PRN 以及最初的PRN 最初的PRU 即使我们看到的数据 不太高 但与联亨伯朗埃这个议席 虽然彭衡博朗埃这个议席 是巫统的传统堡垒 但巫统的传统支持者 会否因为巫统在选后与西盟合作 无法接受而转投国盟呢 阿兹米哈山认为 不能否认有这样的可能性 但他强调 巫统公布候选人的当天 前任彭衡州大臣安南耶谷的现身 很大程度 相信就是为了安抚巫统支持者的不满 而在他看来 这些不满是可以被化解和安抚的 因为彭衡州不像雪州 彭衡州的巫统支持者 还是很铁 很忠诚的 是的 是的 有很多支持者不幸的 对于DAP 尤其是 但我认为 TOK NAN 会均衡 不幸的 和选择 支持者 支持者 但是 我认为 我认为 TOK NAN 会比较多 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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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就是巴汉 这不是斯朗诺 这不是德鲁兰 这不是德鲁兰 但巴汉 我认为 传统的 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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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亨州虽然是 国阵巫统 从未被攻破的 传统堡垒 那伯朗埃也是 巫统从来没有 输过的地盘 但是 西国联军在这场 补选就一定会 稳槽胜选吗 这支学者 潘永强认为 选民的投票取向 其实有一定 可以观察的趋势 即使在绿朝的冲击下 巫统的马来选票 可能会下滑 但也不一定 足以让他败选 让国盟翻盘 因为在去年的全国大选 国盟在这个选区的 得票率 只有不到25% 反观 巫统拿下4000多票 西盟则赢下2000多票 而且主要都是 非马来人的选票 所以西国联军 在这场战役 就已经抢先有 接近6000票的护城河 那有了这6000票的打底 就算马来选票下滑 也只是会造成一些责损 不至于会让巫统 丢失这个议席 潘永强解释 这是因为选民投票取向的改变 是渐进式的改变 除非在这10个月期间 有重大事故 否则选民的投票取向 在短期内 相信不太会有 翻天覆地的变化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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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